田富珍音乐节演出被取消后 其母亲发文回应 评论区彻底沦陷 自从田富珍宣布参加天津音乐节 真一变此起彼伏 遭到众多网友纷纷抵制 随后天津音乐节宣布 因筹备原因 田富珍无法除息 但本人也表示遗憾 期待未来能与大家相见 此消息再次积极网友讨论 许多人认为这是明星所向 纷纷拍手叫好 随后 田富珍的母亲也对此事做出回应 感谢大家关心 表示顺其自然 然而这并未平息风波 评论区中仍是一片批评之深 网友将田富珍的取消行程 视为被退伙 认为他最好别来大陆捞金 作为曾经的组合成员 田富珍在台享有极高声誉 但如今在大陆的风平下滑 与其自身言行不无关系 他过去的某些言论和配图 让大陆网友感到失望 而在田津音乐节的文案中 他可以删掉了一家人三个字 更是引发了诸多猜测和争议 但无论如何 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言行和态度 都让网友感到不满 对于田富珍的种种行为 对此 你怎么看呢